我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凯利策略中每一种策略 不过是对不同的环境模块的判断和应对之策 比如说我们的漏洞短线乱路陷阱 它只是在面对你是怎么去判断这个环境的 这样的环境出来了以后你是如何应对的 筹码和风控策略 那是对我们整个策略系统起保驾护航作用的 我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一个学员来跟我的对话 这位学员学这个策略已经大半年了 他说他几乎每天反复听我的视频 其中他今天的问题是讲单条例一段 他说是你个人的观点还是大多数赌客 他担心赌场给他挖这个坑 我当时没听懂 那我就说你都当短路乱路或者是陷阱排路就好了 他说他最近三次去了澳门都赢了 怎么这么快 怎么这么快跑掉了 好我们看后面的 最重要是讲后面的一些 我认为是对大家有启发的 我要告诉他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策略漏洞攻击 事实上也有好几个学员 他也是在澳门迎前回来的 他说他现在也只打单跳和酸联 然后其实他打乱路了 他怕坑 那么他就问单跳这一块 我说单跳是人人都会打的 可是你筹码用不好 你就不敢往下走 他说他昨天晚上再看视频才真正的懂啊 我一跟他讲 我说我这个视频现在就准备这么做了 不会像以前那么那么上课了 他告诉我 我的乱路 我的乱路收费太低了 别人收6万 当然了别人的策略跟我不一样了 他组织人 那个人是组织人去澳门现场教的 我说海外的这些玩家呢 娱乐性太强 还是去澳门的这些大陆的赌客啊 他们到底是老资格 一听就听懂我在视频里面讲什么 哇 他说他现在每天睡觉前都听我以前 在西瓜上面的那几个视频他保留着 去了三次澳门实战之后才明白 我讲的一些东西 那我就告诉他 那某个赌产你们真的是不能去了 很麻烦的 说一些其他的事情 那我今天呢突然收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学员来找我 这样一个对话我发出来 我发给大家看我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就想跟大家讲 特别是跟我们以前的一些老学员讲 就是说我们每个策略 我们凯利策略里面的每一个策略 不过是 开头就说了 开篇我就用文字打出来了 不过是判断环境 就目前这个牌路 它的环境 以及它出现的是在哪一个某一种模块里面 那你学到策略里当然就明白我在说什么了 你是判断这个环境和模块的一个方法 你判断出来以后呢 那么呢 你是选择用哪一个策略 这是我们策略第一个要做的事情 这件事情不做 你就在打乱战 就我一直形容的 就是你明明现在跟人家打巷战 你用海军的策略 海上的策略 那不是在胡搞吗 对不对 就这么一个意思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 你已经判断出了 这个环境和模块 而且呢 你也知道用什么样的一个策略了 那么这个策略 它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 是在什么样的时机 什么时候是你的切入点 那个点在哪里 切入点在哪里 你要开始进行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切入是错的 对吧 这些策略里面讲的非常清楚了 那第三点就是 这个过程你如何把它把握好 就是错了 我应该怎么做 对了我怎么做 我们全部是用指标来说话的 对吧 第四点就是说 在过程当中 你对你情绪 也有一个判断 以及有一个对策 那么情绪呢 我们也是用这个指标 不是说现在上头了 现在有点开始激动了 不是这么说的 我们就是说明明确确的告诉你 在什么时间点上 以及在什么的下注量上 你开始焦虑了 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对吧 我们的风控是非常清晰的 那么第五个就是说 你什么时候离场 前面讲我们判断了 判断了以后 我们的切入点了 那过程 那最后就是你什么时候离场 你离场呢 那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点上 你离场 那当然了 这里面一定是有 止省和止盈的 对吧 我们的离场不仅仅是说 根据这个金额来的 我们同样的也根据 我们前面讲的第四点 你过程中的情绪的判断 那全部是用指标说话的 量化的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呢 我们的整个这个策略呢 你有了以上我说的这些套路之后 你有海军空军 陆军 陆军里面你还有巷战和平原战和丛林战 对吧 你有了种种的这些套路以后 那你打仗的时候 你心里就有谱了 那么如果你一个人做不好 怎么办 你找请一个朋友了 两个人散了 两个人都觉得还是不行的话 你三个人来 那么你只要把我里面的工作 全部把它细分 我说的细分是细分之后再归到每一个人的责任 每个人人的人头的责任上面 你就可以好好的执行这个策略了 那至于中间有哪些需要优化的 或者说这个你发现一些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再来讨论 OK 所以说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大家对凯蒂策略呢 就可能就有很多不了解 那我很多视频呢 也只是就这一个点 单挑怎么打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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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蝉蝉怎么打 我只是讲 我对外公开的视频只是这么一个点 那现在我就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的策略整个 它是个什么回事 简单的讲 它就是 有量化指标的套路 可能你一个人执行不了 或者说你的资金有问题 对吧 你明明小资金你要打大 你明明是大资金要打小 那那那那那那 对你来说都是不合算的一件事情啊 就不合理吧 那起码是不合理的 那我就我就告诉你 怎么样做是合理的 啊 至于我们讲赌场不是一个静态的傻瓜 等着赌客 我们有个观众说的很好 赌场不是静态的傻瓜 等着一赌客 像好像是去ATM机里面去取款一样的 不是的 它不断的在变化的 他们的数学团队那是非常强大的 那OK 它有什么变化 你在观察我也在观察 我们随时讨论吧 对不对 OK 我今天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明一下这件事情 好啊 谢谢大家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